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中美新冷戰又再升溫 今次的戰晚延伸到金融界 事源就是美國總統特朗普 今天就簽署了一份備忘錄 這份備忘錄規定了 要在60天之內提出建議 去尋找方法打擊那些在美國上市 但又不肯遵從美國會計準則的中國企業 以保障美國投資者的利益 至於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也警告美國的投資者 必須防範中國企業的欺詐會計行為 他就贊同納斯特克交易所最近收緊上市的規則 增加了中國企業在美國上市的難度 例如要求所有企業的財務資料 必須要符合國際的會計準則 蓬佩奧說 不應該因為某些公司沒有遵守美國企業的相同規則 而令到美國投資者面對不必要的風險 他說 法拉斯特克交易所的行動 為美國和全球其他交易所樹立良好的榜樣 這件事明顯是標誌著 中美新冷戰是有加速的跡象 因為這次特朗普所簽署的備忘錄 他講明了一個時限 就是要在60天之內尋求一個解決辦法 當然這個解決辦法被提出之後 他就沒有馬上要執行 而事實上也沒有可能馬上執行 因為60天之後 距離總統大選的日子又近了一步 如果貿貿然在當時禁制的話 對於美國的經濟可能也會受損 但是當這個選項提出以後 在往後的日子他就可以隨時禁制 當特朗普決定要禁制那一刻 如果中國企業仍然未能符合美國的會計規則 最嚴重的效果當然就是要在交易所上被迫退市 故此這絕對是一個金融戰的先聲 為什麼美國突然會採取這系列的行動呢? 本來也相安無事 瑞幸咖啡的造假案 就提供了一個切入點 讓特朗普去干涉 《華爾街日報》前天就登了一篇非常詳盡的報道 他們在看過一些內部文件和公開資料之後 就發現到瑞幸咖啡的造假案 有一些鮮為人知的內幕 到底是什麼呢? 原來瑞幸咖啡除了向航空公司和銀行之旅的常規客戶 出售真正的咖啡代用券之外 中國各地幾十個城市 有幾十間不為人所知的公司 都買了大量瑞幸咖啡代用券 這些公司是反覆批量來購入的 金額還非常大 而且有時訂單還在夜間的時段湧入 根據內部文件顯示 一間位於山東的青島資源商務諮詢有限公司 每次都買90多萬的代用券 而且從2019年5月到11月期間 總共買了一百多次這些代用券 究竟這家山東的公司是什麼來頭 為什麼它會重複地購買咖啡代用券 根據《華爾街日報》的調查所得 原來這家山東的公司 是與瑞幸咖啡董事長陸政耀的一名親戚 以及陸政耀較早前創立的神州優車的一名高級管理人員 是存在著密切的關聯的 在買家方面就找到這些蛛絲馬跡了 當那塊錢入了瑞幸咖啡之後 當然要出回來 到底在採購方面有什麼破綻呢 根據其他內部文件顯示 原來瑞幸咖啡裏面有一個叫做良慰的採購員 竟然一個人經辦了超過10億人民幣的貨款 用在購買果汁等原材料 以及配送和人力資源服務 但是根據資料顯示 原來梁慰這個人根本是虛意的 即是當那些錢入了瑞幸咖啡之後 又經過一個虛意的人出回去 究竟這些供應商有沒有問題 根據《華爾街日報》的發現 原來這些供應商很多都是和瑞幸咖啡 陸正耀或者陸正耀之前所創立的兩家企業 即是神州租車和神州休車 是有密切關聯的 難怪瑞幸咖啡在4月2日的時候 自己都承認了是有跨大到的銷售額 根本上買家買你的所謂咖啡代用券 也是和你這間公司有密切關聯的人 原來那些錢進去之後怎樣出回來 那些所謂的供應商也是和你有密切關聯的 到底這盤數是怎樣的 是不是會令人有一個合理的懷疑 就是究竟你的貨款是否純粹左手交右手 美國方面其實也有作出調查 就是由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SEC去做 但是他就沒有辦法去審查那些中國公司的財務紀錄 故此特朗普就借著這個瑞幸咖啡作為設有點 直接針對那些不肯去遵守美國會計規則的中國公司 一直以來這件事都為人救病了 難得你現在有一家中國公司出現這麼大的問題 特朗普不趁機拿來做撥亂反正才是期 除了在金融界別有衝突之外 在南海問題又有另一番新的景象 就是菲律賓決定轉軚重開蘇碧灣歡迎美軍 究竟是發生什麼事呢? 本來在今年2月的時候 菲律賓已經知會了美國的領事館 就說要終止美飛之間的軍事訪問協定 實情這份協定裡面就說明 只要美國或者菲律賓 隨便一方想反悔的話 就要在180天前通知另外一方 好了 去到今天只不過是6月 所以未夠180天 菲律賓方面突然之間轉軚 就告訴美國要暫緩終止美飛的軍事訪問協定 即是重新開放蘇碧灣 去歡迎美軍的戰艦 為何會出現這麼大的轉變呢? 很明顯就是跟解放軍最近幾個月 在南海一帶的水域蠢蠢欲動 不斷有所作為有密切的關係 因為解放軍這一連串的舉動 就被南海一帶的國家視之為挑釁的行為 不單只是菲律賓這樣看 就連越南、馬來西亞和印尼都有類似的感覺 因為在今年初的時候 疫情就使得美國那些戰艦沒有辦法去到南海一帶執勤 要靠岸邊那裡進行隔離 於是老解就派了很多船仔去南海那裡 去巡邏 於是引來很多國家的不滿 菲律賓應該是有見及此 就是要暫緩終止軍事訪問協定 開放蘇碧灣給美軍 其實菲律賓現任的總統杜特爾特 自從上台以來 一直都想遊走在中美兩大國家之間 而且近年的趨勢 越來越親中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方面事實上是給了很多益處菲律賓 至於美菲關係 就完全暴入了寒冬 尤其是在去年美國通過了這個財政預算案當中 就決定要對菲律賓展開一些制裁 制裁範圍包括了杜特爾特本人和他的核心團隊 而在今年二月份的時候 這個杜特爾特的親信 菲律賓的前警察總長 德拉羅莎的副美簽證 就被美國方面取消了 美國方面是用一個什麼原因去取消呢? 就是批評杜特爾特 藉著緝毒為名 就走去濫捕那些政敵 於是就取消警察總長的副美簽證 當然杜特爾特當時作出了一個反制措施 就是決定要終止美菲之間的軍事訪問協定 但是現在又反悔了 為什麼呢? 原來這個軍事訪問協定 每年會為菲律賓帶來十幾億美元的軍事援助 就是說每年損失了百多億港幣的收入 杜特爾特這個舉動遭到了內閣成員一些非議 尤其是外交部長更親自走出來說 說杜特爾特作出這個決定的時候 根本沒有諮詢過內閣 而且終止這個協定對於菲律賓有害無利 故此杜特爾特現在這樣轉體 其實不單是受到外力的影響 而且還面對著國內的壓力 所以就要跟美國重新合作 這樣對於中國來說 當然是一個不好的消息 因為菲律賓的蘇碧灣 越南的金蘭灣 以及台灣的高雄港 就是並稱南海的鐵三角 在越戰期間 美國的海軍就駐紮在這三個港口的樹 在海上形成了一度圍堵的勢力 現在菲律賓在四個月之後 忽然之間轉態 重新與美國合作 對於中國來到港 肯定就是空歡喜一場 好了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